白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调味料 大家对于白醋的认知,大多数是作为调味料存在的 今天嘉宜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白醋除了食用以外的妙用 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白醋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下 从历史上看,蒸馏白醋是通过将甜菜、土豆或糖蜜等食物发酵而制成的 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制作白醋 今天大多数类型都是通过谷物、酒精、发酵制成的 在生产过程中还可以添加其他成分,包括磷酸盐和酵母提取物 白醋还有几种其他类型 每种类型的生产方式、风味和潜在用途都不同 例如米醋是一种由发酵米制成的醋 其味道温和略带甜味 是白酒醋的常见替代品 同时白香醋是通过在低温下烹饪白葡萄制成的 这有助于保持其温和的风味和浅色 最后白葡萄酒醋是由经过发酵的白葡萄酒制成的 白醋含有几种促进健康的化合物 并具有许多健康好处 醋的好处 第一,醋中的主要化合物乙酸有益于减肥 适量使用有助于减少饥饿感和食欲 第二,醋具有抗菌作用 食醋之所以能流芳百事 是因为其中含有 具有多种特性的乙酸和氨基酸等其他肠胃物质 乙酸的特性 一,可解离出来的醋酸盐和氢离子 使舌头感受酸味去腥膳味 二,保留部分可挥发完整的乙酸分子 闻起来有特殊的香气 可增加食欲,开胃提神 三,特有的氢脂性 能溶解葱姜蒜、大料丁香等香气化合物 使食物和调味料挥发芬芳 增加菜肴的鲜甜香等 四,能够抑制多种微生物的滋长 具有防腐剂的功能 提高食用凉拌菜的安全性 另外,骨氨酸及骨氨酸纳盐 是食醋形成令人愉悦的 鲜味的主要成为物质 醋的食物、成分通常为醋酸钙 甲氨基酸、琥珀酸、苹果酸、葡萄酸、乳酸 B族维生素等 其含量根据所用原料和制作方法有所差异 尽管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但因为食用量较少 因此可以忽略其作为膳食中主要营养素的供给 和对健康带来的直接健康效益 由此可知 醋的重要作用还是调味 接下来嘉宜给大家讲一下 白醋在烹饪用途中的好处吧 一、醋是我们烹饪的常见调味料 不仅可以让食物添加风味 还有嫩滑肉类和蔬菜的功能 比如可以腌制水果、蔬菜、肉、鱼和鸡蛋 通过腌制的时间改变了食物的味道和质地 而且还可以延长食品的保质期 二、在烘烤中 白醋由于其酸度而充当蓬松剂 它与碱的小苏打其反应 可以帮助增加蛋糕、面包和煎饼的体积 三、白醋具有较强的抗菌性 使其成为天然消菌剂和家用清洁剂的替代品 您可以使用白醋清洁很多东西 包括台面、地板窗户和镜子 许多人还怀疑白醋会消灭霉菌吗 醋不仅可以帮助去除霉菌 而且还可以预防霉菌 将未稀释的醋加到喷雾瓶中 并喷到任何发霉的区域 可以起到很好的除霉菌作用 四、醋还可以用来清洗洗碗机中的油脂和污垢 只需将一杯醋放在洗碗机安全的容器的顶部机架中 然后进行热水循环即可 你也可以使用此方法来消除洗碗机造成的硬水渍 白醋作为厨房里面的调味料 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备着 白醋除了用来做调味料 它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不一样的用途 跟嘉宜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倒在手里 平时做饭的时候经常会切到辣椒 在切辣椒的时候就会用手接触到辣椒 而切完辣椒之后 有时候手上会有灼烧感 让人感到非常不适 即使把手放在水流下面冲洗很多次 也仍然会有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辣椒会让我们的手有灼烧感呢 这是因为辣椒里面含有辣椒碱 它会刺激到皮肤的神经末梢 所以导致了我们的手就像燃烧了一样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前面提到的白醋 只需要在手心里面倒上适量的白醋 然后将其搓一搓 再感到灼热的地方重点搓洗一下 就这样搓洗一到两分钟之后 就再也感觉不到灼烧感了 因为辣椒碱是属于一种碱性物质 而白醋里面有醋酸 醋酸是一种酸性物质 大家都知道酸碱会中和 所以醋酸可以中和辣椒碱的刺激 等到用白醋搓洗完双手之后 再用热水简单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厨房里面我们还会经常用到大蒜 每次剥完大蒜之后 手上面就会有一股大蒜的气味 难以清洗干净 还有平时我们处理鱼类 处理海鲜之后 满手都是浓浓的鱼腥味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同样可以利用白醋来帮忙 我们把白醋倒在手上搓洗一下 把双手反复的搓洗一遍 每个部位都清洁到位 这样简单搓洗之后 就可以清洁手上的异味 方法简单又实用 如果平时我们在厨房炒完菜之后 感觉手上的异味比较重 同样也可以利用白醋来搓洗一会儿 方法也是比较不错的 二 去除异味 我们可以把白醋放在冰箱里面 用来清洁冰箱里面的异味 冰箱里面一般都很容易会串味 产生异味 我们同样可以利用白醋来清洁 一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深一点的大碗 往里加入八九克的八角 然后再准备上一瓶家里使用的米醋或者白醋 二 米醋的量尽量多倒一些 没过八角 然后往其表面覆盖上一层保鲜膜 将其密封起来 并用牙签扎上几个小孔 三 扎孔的目的主要是让八角和白醋的味道 能够持续均匀地散发出来 不会敞开到碗口 导致味道全部散发出去 四 放上一碗八角白醋水后 就能很好地吸附这些异味 同时也能够防止食材之间互相串味 三 清洁菜板 家里的菜板用久了之后 它表面就会有很多划痕和一些刀印 一般来说 这些划痕和刀印都是发黑的 这就说明里面已经藏污纳垢了 这样就容易滋生细菌 甚至是霉菌 吃多了之后对身体非常不好 很多朋友就会选择用洗洁精来去清洗案板 但是家仪并不建议大家去这样清洗 因为它里面的化学物质会渗透到案板里面 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害的 这个时候只需要在案板上倒上适量的白醋 然后撒上适量的食盐 将它们搓洗干净就可以了 白醋能够软化污渍 食盐能够起到灭菌作用 而且食盐也是颗粒状的 可以进入到划痕里面 将里面的脏东西清洗出来 最后再用清水将其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这样清洗的案板非常安全 同时也非常干净 4.擦除玻璃上的污渍 玻璃每天为我们的房间遮风挡雨 这时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污渍 这些成年污垢非常不好清除 但是对白醋来说 这些都不是问题 方法把白醋喷在玻璃上 将牙膏挤在牙刷上 刷在已经喷好白醋的玻璃上面 刷均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会发现玻璃上的陈年污垢不见了 5.去除瓷砖缝隙中的污垢 我们知道刚装修完的房子 无论是地砖还是卫生间 厨房瓷砖间的缝隙非常白非常干净 但过不了多久 瓷砖间的缝隙开始变黑 且清理起来很费劲 很多朋友就放任他们不管了 其实可以用白醋来清洁 方法是把白醋倒在瓷砖的缝隙间 先用蒸汽运斗或者吹风机 或者直接加热白醋 蒸汽效果最好 根据自己方便使用即可 让瓷砖热起来之后 再用刷子或者小牙刷擦掉污垢 您会发现瓷砖缝隙变白了 六 去除包装上贴纸残留的胶水 撕掉包装上的产品说明 总会有一部分残留的胶水 很难彻底清除 这时我们可以得到白醋的帮助 方法 在有胶水的部分放一片纸巾 然后浇上白醋 用蘸有白醋的纸巾 仿佛擦洗残留胶水的部分 这样就很轻松地去除贴纸 关于白醋的这几个用途 相信大家现在都了解清楚了 白醋虽然是一种调味料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它给利用起来 白醋价格实惠 功效还多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用它 但是在使用白醋时 多注意防护措施 毕竟刺激性是有的 希望以上的小妙招能帮到大家